中国大陆的三中全会 在今天正式登场 从7月15号到7月18号 为期四天 那为什么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件事情呢 因为其实每一次三中全会 所登场的一些新的措施 都代表未来大陆所着眼的 可能他们要进行的 比方说科技的改造 或者是他们接下来的一个经济改革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一个一连四天在北京召开 那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入改革 而且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 总共有370多位 这个来自中国大陆 他们中央的委员 候补委员 还有现在目前的领导班子 以及各级机关 省市军方的高层都会出席 也预料在最后一天 会有这样的会议公报 那在这期间 现在大家就在等习近平出席这场会议 会有怎么样的一个重要谈话 那三中全会恐怕就是 大家关心的就是财政税改 还有这个民营企业 外资外商 四基内需 还有这个多方面的民主领域 民生领域 他们的一些重大经济的议题 要释出一些改革方案 重点就在于什么呢 要让老百姓有感 也让外资营商是有信心的 进一步的深化改革 是他们这一回的一个主旋律 那我们看到了 这个新华社就讲说 这个长三角是改革的前沿 他引用了一番话 就说习近平提醒大家 要敢于啃硬骨头 敢于涉嫌 涉嫌摊 而且要深化这个党和国家机构的改革 这是需要动乳酪的 需要触动利益的 也是争刀争枪的 也就是说 要做这些很难的事情 是必须要拿出自我改革的 这种革新的勇气 还有胸怀 他说向外看呢 这个面对到这个世界的局势 百年变局加速的演进 而且这个地缘政治的形势 很严峻 向内看的话 现在经济持续的回升 但仍然有挑战 那面临到关键技术 比方说像是晶片 这种卡脖子的问题 还没有根本上的解决 所以未来 新英伦的科技浪潮已经扑面而来 大国博弈 现在竞争空前激烈 现在就是一个新的起点 改革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还记得前一些日子 在三中全会之前 他们就已经有讲说 在这个全会之前 他们就有在全球市场上面 已经在决定要往这个 作为什么样的决定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释放什么样的讯号 其实过去在历史上面 三中全会都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都被视为是一个重头戏 因此全球都非常的关注 大家就要研判 接下来这个中国大陆中央 他们领导的集体方针 跟工作的重点是在哪里 也就是说 你看完这一场 可能就可以了解中国大陆 接下来五年到十年的工作意义 工作的现在目前的定调是如何 所以现在各方都密切的关注 那现在是聚焦在新值生产力 跟税改这两大问题 的确现在有一些新的数据出来 就是中国大陆的出口增加了8.6% 也是15个月来的最猛的一个记录 等于说回到疫情之前的 这个高点还又胜过去了 那所以我们看看 现在目前六月份的出口 是3078.5亿美元 年增是8.6% 所以现在看起来整体来说 光是六月份的贸易顺差 就到了990.5亿美元 那中国大陆甚至在再加码 就是我们讲说 现在有非常多的外国人 要去到中国大陆旅游 所以他们现在再扩大 这144小时的过境免签的停留范围 现在把河南也纳入其中 河南郑州的航空口岸 也开始实施这样的一个免签措施 还有一个最新的统计 是今年上半年 北京入境的团体油 同比增加了30倍之多 这就是因为 China Travel的中国油爆火了 已经红遍全球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这种经商 学习工作生活 都要吸引大家来台 所以才有这样144小时 再加码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中国大陆也是在力拼 这个科技强国 我们看到现在各省的 这个科技委员会主任 也纷纷亮相 他们现在形成了一个 双主任的格局 因为现在各省都成立了 这样的一个科技委员会 那习近平是有提到 必须要增强紧迫感 也就是说在六大领域 来增加这样子的一个 创新力度 那希望能够成为科技强国 来发展出主动权 那现在马上 这个复旦大学就讲说 已经有研发一个功能型的光刻胶 这也是蛮重大的一个技术上的突破 而且在大陆的科创板 也增加了两个半导体指数 就是上交所跟中正指数 他们在7月26号发布了 科创板的晶片设计主题指数 以及科创板的半导体材料设备 这两大指数 现在目前为止 其实上交所的科创板已经有571家了 那这个整体来说 在6月为止 已经有102家的半导体行业的企业 在科创板上市 总值是人民币1.5兆 所以占了科创板的总值 大概31.7% 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已经定下了 2035要成为科技强国的一个目标 所以这一次的三中全会 就是大力地往这个方向来推进 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 亮哥怎么看这一次的三中会 我觉得中国大陆对他的出口畅旺 还有出口升级 他比较有信心 可是这个并不能够完全带动国内的就业 因为比如说房地产低迷 它实际上后遗症是很多的 比如说包括有很多房地产的 原来就业的人就下岗 或者是大家就觉得 这个消费升级它会比较保守 还有服务业 服务业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当然是看到了 比如说这个电动车或者其他方面的出口 它都有那个很明显的升级 可是我认为这个大概指 这个包括中国大陆相当小量的就业 比如说我举例 比如说鸿海离开郑州 这个造成员工的失业那就是很大的规模 那些员工大部分技术级别都不高 那你如何迅速让他能够就业 我觉得是这一类的问题 是他们想要处理的 他大概把它归结到 他大概把它归结到就是在金融部分 还是太保守 所以这次就传出他要做一些 要对发债要放松 那简单讲就是要用政府担保来发债 那这个可能没有金融做底的债券 他就要出来了 那这个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中国版的QE 就未来钱会变多了 因为他发现有很多中小企业 或者很多生产 他就变得比较保守 因为他钱也不容易取得 然后当然我们讲那个薪职生产力 那指的当然是高科技 电动车那些部门发展得不错 可是这跟台湾一样 台湾的高科技也都是那几家公司 大部分的人就业都跟他没有关系 我们台湾就业的人将近1200万 整个高科技产业就业的人 大概只有120万 我觉得中国大陆也是一样的 所以他就要让用更松的融资 来磅活国内的很多服务业 还有一些中小企业 大概这方面 那个税改的部分 内容一直都不清楚 其实我对这个部分也蛮有兴趣的 也想看到他 因为他要有更多的财政稳定的收入 所以也值得观察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要开征个人所得税 好 来问一下赖老师 我觉得这次三中全会的重要性 大陆为什么那么慎重 然后准备要开的时候 他就全面性的展开 他把他的目标已经设定了 就是在2035年 这是第一个阶段的目标 也就是事实上就是11年 要完成的目标 这个目标就定在于说 他要成为一个全世界的 最强的科技强国 这已经定了 这就2035年 2035年为什么要定这个目标 就是为2049年打下一个基础 而这个基础就让他在2049年 也就是25年后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 各方面的大国 强国 换言之也就是说要整个超越美国 而且要超越美国不是一点点 是要超越美国很多 所以要用25年的时间 来让他超整个 很有可能会是美国的一倍 或是两倍大 如果中国大陆能够用25年的时间 让他成为美国的一倍 甚至只要多一半 你美国跟G7的总和 都不到一个中国 整个主客的环境就转变了 这个环境就转变成为 冷战结束之后 当时美国一个国家 是大于G7加上中国俄国俄 还有印度等的总和 如果说今天是在于 就是这是发生在1990年的事情 如果在2049年的时候 中国成为一个国家超越 它底下的四个国家的总和 中国大陆对整个世界的秩序 整个世界的支配权 那就不可同日而言 我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一次的三中全会 其实就很重要 它的核心就是贯穿在 新职生产力作为一个渗透点 一个贯穿点 所以你会看到 它的每个部门 都会有科技委员会的行程 就是每个省市 都有科技委员会的行程 其实科技委员会 就是要用科学的力量 那么去提升它的新职生产力 而这个新职生产力要渗透到各行各业 不只是高科技的产业 包括屠宰业都要用新职生产力来做 好 来请教杰老师 对 这次三中全会在中国大陆 就是中国共产党它的历史里面 三中全会通常是在这种经济方面 这个会出台一些刚领性 而且扮演重要历史地位的 这样子的一个文件 这个事前很多报道 事实上中国大陆叫各单位 省级 中央的各种不同部门 已经提了很多意见 他现在这个文章 这个文件应该是已经差不多具备 看起来就是说 它的目标是非常的大 它是要进一步深化 全面深入改革 它有很多新的做法要出来 那目标是什么 要建设中国式的 现代化的一个国家 因为它2050年要成为 社会主义强国 所以现在至于现在 还有大概25年 那这种文件通常是 管5年到10年左右的 这个等于说是一个目标设定 一个target setting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凝聚共识 然后把它凝聚在具体目标上面 那这看起来的话 它应该可能它会有的这个牵涉领域 可能会远超过经济 除了经济的话 它还有社会 还有文化 还有生态文明 那因为就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过去40年的这个改革开放 事实上国际环境变化不大 可是现在面临的是一个 剧烈变动的国际环境 而且大国关系 尤其跟美国欧洲的关系都在变 那国内它国内的状况也在变 所以它要重新做一个调整 那么它还强调一个就是说 现代化的治理模式 治理模式也就是说 你要用什么手段来达到这些目标 我想在这个文章里面 在这个文件里面 我觉得大概都会具备 而且以大陆的施政方法 这也可能就是它未来5年10年 它整个政府的一个 一个集中精力要办的一些事情 那我看过十四五的规划 事实上他们这个目标设定 是很具体的 可能很多还有数字的 用数字来衡量 它能不能够达到的一个标准 所以这一次这个三中学会 我觉得要通过的 这个历史性的纲领性文件 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要了解中国大陆的 现在跟未来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参考的 一个指标型的文件 所以就是等于说定毛在说 科技可能是他们至关的 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不需要帮助 我们真的不需要帮助 仔细看